24小时活速烧掉新冠遗体 导致民怨冲天 战院终于松口 要让家属瞻仰遗体 但到底该怎么做 指挥中心还是毫无头绪 就相关的这些处理业者 民政的单位 他们对这整个入殿 整体对大体处理 比我们更有经验 他可以提出来 我们在一起讨论 陈时中讲不出该怎么做 殡葬业者点破 真相就是政府没朝前部署 遗体没地方兵 除了快速活化 根本没得选择 这个我们也还在找空间看看 我们也在评估 因为空间上确实是有点 还要再找 蔡政府逼得百姓没得选择 但摊开WHO2020的 新冠肺炎丧葬指引 甚至能让家属瞻仰遗状 若要触碰得要酒精洗手 但从头到尾都没说要 24小时内活化遗体 蓝军炮轰2020年 就算各国高死亡率 也没立刻烧掉 还能瞻仰遗状 为何台湾要读书一格当 落后国家 麻木不仁 现在不要讲超前部署 是连抄袭部署都不会 你完全没有人性 你完全没有感受到 老百姓的一些遗憾跟痛苦吗 信息一辈子的亲人 在政府要求下 瞬间化为灰烬 新加坡都能守灵三天 陈时中却说有难度 网友炸锅灌爆蔡总统脸书 炮红大官就是超级茶话王 防疫大战 总统院长躲得躲 除了人伦悲剧 大官闪的闪 名嘴偷骂 如今百姓替家人办丧事 都向指挥中心给施舍 难道死人比活人还危险吗 所以这根本只是单纯的 不想负责任 最短时间内 潮潮火化 完全违反逻辑 完全违反法治 非常严重的肚子 一条条人命让家属痛哭哀嚎 就怕执政者听在耳里 却从没放在心里 记者综合报道